万圣节又来了 花莲市公所与民意国小在万圣节前夕共同办理 阅读搞什么鬼二手好书交换的活动 而学生们发挥创意搞怪变装体验国外的传统节日 并让孩子彼此交换书籍增添阅读风气 而市长魏佳燕化身为玛丽欧 民意国小校长许传德则以我的英雄学院校长角色献身 全场魔力私射现场嗨翻 花莲市公所与民意国小连续多年 在万圣节前夕举办阅读搞什么鬼二手好书交换活动 全校师生家长都发挥创意搞怪变装体验国外的传统节日 市长魏佳燕今年化身成为玛丽欧和小朋友们一起同乐 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跟民意国小一起举办阅读搞什么鬼 然后还有我们二手书的交换的这个活动 那其实一直以来我们这个活动非常的延续下去 那也希望借此在这样的活动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创意 跟一些想象力 那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 那配合今天的活动 将我们自己的孩子装扮得非常的可爱 那现场有看到很多很多非常好玩 非常可爱的一个装扮 我们也希望借此能让孩子们将我们3C产品丢掉 那可以好好的拾起书本 然后来交换我们书本 然后来阅读 最后今天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们 今天一切快乐平安 那在快乐童年 我们希望华联士公所会为孩子们打造更多更棒的活动 最后也要谢谢家长 那我想家长费心了 从早上应该就开始为孩子们装扮 那最后最后也要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民意国小校长许传德则是以 我的英雄选乐的校长角色现身 赢得全校师生热烈欢呼 校长从很多年前就很羡慕了一个活动 可以让我们在这一天 做出自己最想要装扮的样子 我中天就有这个机会 我想要扮演各位学友英雄的学校 英雄学院的校长 所以我第一年就选择了 英雄学院的校长 偶尔麦特的造型 我希望我们所有民意国小的小朋友 未来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要成为英雄 有很多方式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喜欢看书 为什么 因为很多力量 来自于书本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花莲市公所 每年都选择我们民意国小来办理 这一个这么棒的活动吸引小朋友参加 这场活动还特别推出二手好书交换 市长魏家燕与学生代表胡信家交换好书 学校穿堂也有各个年级的二手书交换区 让孩子们彼此交换书籍 增添阅读的风气 而市长魏家燕 校长许传德和家长会长胡文凯 在台上带领全校师生一起带动唱 校园也变成群魔乱舞派对 变装的小朋友逐一上台走秀摆pose 展现了自信 大小朋友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市长也巴送糖果给每位小朋友 让大家乐翻天 欢度有意义的万圣节 借主会欢迎时报道